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开 张开 长得不错 来 吃一个 36.0 光滑 也非常的健康 我叫陈继明 是一名象爸爸 现在主要负责杨妞的日常照顾 你的头发都跟我差不多了 我们这边的日常的工作主要是 进港第一时间可能要先观察一下 大象的总体一个情况 右向的话每天的就是 除了喂食以外呢 可能会做一些身体检查 比如说量一下身高 还有体温的一些监测 有没有发烧这种情况 然后所有的工作流程完成以后 其实最大的一项工作就是 把它们带到野外 自由地去活动 来 球不要拿去了 羊牛 羊牛是2015年被发现和救助的 当年她出生一周左右 因为体型消瘦 然后心力不齐 期待感染非常严重 我们接到通知以后呢 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救助 来以后呢 因为羊牛比较小 然后她正处一个哺乳期 当时呢我们的这个中心呢 也没有这个 比较多余的一些象奶 来提供给羊牛哺乳 最终通过我们团队的 综合的一个评估以后呢 这个黑山样的羊奶呢 比较接近于象奶 然后所以就给我们的小象羊牛 喂食羊奶 就给她起名为羊牛 因为刚开始来的时候 羊牛她的疾病是非常特殊的 然后她来几乎站立都站立不稳 然后完全靠在我们 给她坐的这个小床 还有棉被的地方 让她在那里休息 我们也要监测 这我们四个象爸爸是轮流来的 把那个高低床就搬到乡舍里面 羊牛睡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就睡在地面 然后第一时间 可以监测得到她的一个情况 羊牛能够疾病的突发人 第一时间的去配合 所以说我就把她 当做自己的孩子 这样去喂养去照顾 所有的父爱 还有这个照顾的时间 都给了羊牛 从那么小的一个小象 把她带到这么大 其实我们象若巴呢 也付出了很多的这些 努力和心血在里面 你最喜欢的美食 你哥哥那妈 现在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 精心的照顾和护理之下 小象羊牛身体各项指标 几乎恢复了正常 她的体重 从刚开始来的时候 只有76公斤 现在通过我们的多年照顾 她已经长到了1.3 1.4吨了 身高也翻了好几方 来的时候只有81厘米 现在她已经长到 比我都高了1米8 1米9了 已经成大姑娘了现在 对了 羊牛 我们带羊牛 当年去荣群的时候 遭人家的排挤 甚至去港 因为它身上喝羊奶 身上会有一股羊伤味 很多的大象 只要看到羊牛一去的话 可能就会排挤它 排斥它 可能就说 你鼻子眼睛好像长得和我们一样 身上的味道不一样 虽然我们人比大象 甚至包括它亲生的 虾妈妈的照顾可能要无微不至 但是有些野外生存能力 其实还是要靠我们的羊牛 去模仿 去适应野外 所以我们想了很多的这种方式 这种采用的就是 用其他成年象的分辨 尿液把它的全身涂抹 来掩盖这个伤味 然后通过我们一年多的时间 的尝试以后 漫漫其他的大象 都愿意接纳了它 通过十多年的照顾这些救助象以后 我也发现其实这些大象呢 它也是非常有灵性的一种动物 然后它也非常的重感情的一个动物 羊牛也好 到现在的其他的大象也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 虽然现在我有其他的工作 要去开展 但是羊牛的话 只要他看到我或者是听到我的声音 现在的仙人像爸爸疾风带不走 他就会一直跟着我 然后呢 走哪跟哪那种 他可能就会认为 爸爸来了这个不能跟丢了 杠放入干净 作为我们国内三百多童 就是另外一物种 参移到这个保护当中 然后参移救助当中 我觉得非常的自豪也非常的高兴 我们人和象同生活在这片热带椅连当中 也就是我们相夫相成 然后也体现了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个模式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 也通过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救助象 他自身的一个努力呢 能够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家庭呢 能够回到他家回到大自然 才是我们最终的终极目标 我们都是想办法